你应该知道我们的食物和饮水 多少含有一些微量塑胶 但是朋友们 你们知道到底有多少吗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与澳洲纽卡索大学的新研究指出 人们平均每周消耗约2000片 或是5公克的塑胶 这相当于每周吃掉一张信用卡 塑胶尾粒长度小于5公里 大约等于芝麻种子的大小 研究发现 若是塑胶片的数量 每个月增加到21公克 这相当于一根一架的重量 或是填满半个饭碗所需要的塑胶数量 每六个月 我们消耗125公克的塑胶 这足以填满整碗拉面碗 根据这项研究指出 每个人一年消耗大约250公克的塑胶 相当于装满整个餐盘的塑胶量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研究发现 我们一生约消耗20公斤的塑胶 或是大约两个资源回收桶的重量 研究指出 全世界摄取塑胶的最大来源为喝水 主要来自于地下水 地表水源 子来水 或是瓶装水 研究估计 少量的塑胶微粒 可能会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研究人员提到 塑胶微粒目前对我们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 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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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